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场比赛 小西通运对战华架集团的第四场比赛 是侯英超对战阿鲁纳 这场球应该是有看点 对 看看阿鲁纳跟咱们小球打 对 怎么样 上一场侯英超出场的时候 会发现他今天的正手状态不稳定 有点生 看他这开局对阿鲁纳他打得到时候很顺手 相信第一局第一场他上了以后 也算是热身了吧 对 这场球我相信会比第一场他发挥的要好一些 嗯 这球我对阿鲁纳没开场的时候 我说他在反手的长交 对 生交那个弹 是以前的也是一个得分手段 是的 第一场球几乎一板没用 嗯 就这个我说出现机会以后 他这个生交弹和 只要弹过去对方很难处理 对 哎呦 运机 滚网球 看阿鲁纳对这个生交 尤其何行超这个反手生交 削的转不转 他处理怎么样 哎 还是这个正手不要急啊 您看出来何行超老师现在想把正手拾起来 对 哦 阿鲁纳也是打得很稳 就是说我先 我先吊起来两把 看着机会再发力 对 哇 太浪了 这种静高显着动作挺大很温柔的 对 他没敢发力 因发力怕出去了 是的 今天是食物的 漂亮 这也是没敢发力全是拖过去了 对 但落点也选得好 对 啊 我刚才说了这转不转 对 这个判断 明显阿鲁纳好像很不适应 是的 好 不发跟不上 哎呀 哎呀 不发跟不上 对 啊 哎呀 这就感觉阿鲁纳自己的东西还没有技术还没有打出来 你看让他让他很别扭 一搓就高 拉吧有时候是真转有时候是真不转 所以夏王已出界让他很虚 相对来看阿鲁纳在打小球上就不如加多斯处理的那么细腻了 但是这个还是刚才说的 现在换人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你跟人家学习一些作战技术 我相信你现在陈伟兴在给他的指导 我相信陈伟兴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 对他自己是小球 对 因为他对恒超的打法他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 所以现在也要看说对方的打法你也知道 你看你能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 因为像刚才上一句陈伟兴对这个贵承凯似的 你也知道人家怎么打 但是你没办法 你看他认为不转 对他这个旋转判断不好 好球 阿鲁纳的鸡球点还是很靠后的 他这行动通过力量把旋转打没 可是对他来说也是失误会多一些 对 你看他现在的旋转他吃不准 嗯 不是初阶就是下午 让他自己跟您看表情也是他感觉也是很困惑 捆火 捆火 擦 哎呀擦边 对 咱们居然接过去了 哎呀这就是反应真快啊 是的手感也真好 手感太好了 对 虽然没有得分吧 黄仁超这球反应真快 对 现在明显看出这阿鲁纳对旋转判断上的一个 对 现在这么打下去 很吃亏哦 啊 这个双方比赛很容易拖到决胜场 比赛真的很不好说 是的 目前看阿鲁纳有点一出莫然 对 你看他老想发力打起来 可是心里又没有很大的把握 对 哎呦呦呦发边 麻烦了这把 哎呦 这多一分真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这连续打四板到五板 漂亮 嗯 看出阿鲁纳的改变了吗 对 连续几个球 只要发力 现在他打中鲁不打俩脚 嗯 对 因为这个位置呢 对于肖秀来的时候说呢 嗯 这位置是挺难受的 对放不开 然后瞬间会产生一个 不是用正手是用反手 是的 而且他动作不舒展 做不出来 对 动作不舒展 你看你看是吧 他只要一发力 现在他努力的在打中鲁 对 让你被动去打 做不出肖球的动作 嗯 这样呢 他就有机会去发力 造不让你 努力的让你造不出 转也不转了 对 你又是吧 对 我拖 确实 对 这个战术也是在第二局开始出现 看来 这个 第一局比赛下去之后 这肯定是陈卫星有说到过这个点 你看 全部都是中间位 对 看来实话也打贼了 是的 你看是吧 对 全部都是中间 他就打中度 对 对 对 就是肖球这两边啊 对 他这个会削得很 对 能做出动作来 对 对 就跟那拉弓是他能拉满弓 你看这他削吧 他能拉满弓 这个战术目前看还是很奏效 买分比分追上来了 连续得分 现在还得领先了 也是 送了一个正手长球 这个其实很明显 很明显 他发了一个动作能看出 发出一个不转球了 9比9 哎呦 哎呦 关键的一次 这个好关键啊 好关键啊 好关键呢 啊 刚才那几分得到长早甜头了 是的 你看他就打中了是吧 嗯 啊 现在 侯英超写胜了第二局 现在是2比0领先 现在很有可能会拖到第五盘那 是的 那这样让我们也期待一下双方的 接下来的这个表现 下一场也不好说 下一场没有小球 对 哦 下一场是这个 如果有第五场的话 就是我们的 廖洪然对加多斯 这场球 真的不好说 对啊 不好预判 对啊 这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 他第三场 我们华夏集团 没拿下来的时候 后面就 因为 这两场都不好说 因为两个双反打 加多斯不一定能占着什么便宜 对 加多斯不一定能占着什么便宜 对 哎呀 糟糕 因为同样都是打小球的嘛 对 自己怕什么自己很清醒 是的 那这也是给我们这个广大的踢帮球爱好者一个提醒 当你碰在销球的时候 当然你自己的进攻要有足够的质量 对 就压着中间吧 你还得有技术保证 对 别人给你指导了 明明是可以奏效 可是你 你的 技术保证做不了支撑那不行 对 现在是我们阿鲁纳叫的暂停 开局不好 对 他这个第一局是给上下转 上下旋转的判断的特别不好 第二局呢是压中路吧 反正是西败 而第三局的这个开局 0米3落后有一点吃力 觉得很有可能 那个陈卫星给阿鲁纳的建议就是 参照上一局的贵城凯 不发力 哎呀我刚才说出来 不能发力 你发力还是出现 对 但是上一场那个贵城凯和陈卫星打的 就是他正手的那个突击 但人家是练的到位嘛 对 他只有那一个得分的手段 所以不要急 不发力就是挂住了 别发力 哪机会再发力 对 什么是发力是最有把握的 对方削子球到中台 还是高球的时候 对 削子底线的球发力 很难受的 拿不清楚转与不转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失误了 对 哇又吃了一个球 又是一个四出台非出台的球 还不转 这旋转判断完全是空白的 哎呀机会球啊 对 他这局看着 何文潮好像也比较轻松 对 这比分也 现在按着他的节奏打的 对 然后我们的规定又只有一次暂停 现在只能靠运动员自己了 这算是底线的一个擦边吗 哎 阿鲁那是出现好多这种底线的擦边 这球从动作就能看出是转的 这个是在你们能判断出来的人眼里能看出来 不是这还是旁观者清 对 哎4比7 还有机会 这俩球何文潮打得有点保守 对 刚才那反射的生销可以上了 他没赶 对 好了刚才中路这球呢 应该侧身干硬往回拉 也是没赶挡了 好 不能保守 对方是有实力的 是的 比分给追上来了 对 连续追了三分了 风云突变 是的 这时候双方心里就完全不一样了 哎呀 对呀 机会对 我刚才说了 刚才有俩球这样的球 对 没赶 因为他今天第一场的那个失误可能太多 对自己可能有一些影响 在国家这时候这个是他经常在销中对方摆短没摆好 对 他的进攻手段 现在用的很少 不发力 不发力 好的 只要我刚才我说打到中台 对方削到中台可以发力 到底下也别发力 哦 吃球了 太高 7比9 好 现在你能看到那个那个 何生超他那个头和后边 哦 对 他是多了一点 他小时候的 你听说他后的是绑了一小辫 哦 哇这球销得好转 转能看出来 对 好 整个劈过来的 飘飘飘飘上过来的 对 好 现在是10比7 何生超拿到了这个第四场比赛的赛点 哇 好 3比0 对 那这样我们陕西通运就扳回2分 现在双方打成了2比2拼 没想到 开始没想到 是的 这是风云突变 是 华夏开始一下2比0领先 现在一下打成2比2了 对 这也是我们说的 并且到决胜局第五盘 真的现在不好说